大家好,歡迎收看我的頻道,我是雲中龍 今天玩龍珠,不是打什麼特別的關卡 純粹是有少少分享 有人問我,也不是有人,有很多人都問我 究竟怎樣去組隊 有見及此,我就會講解一下 又不是心得,只是講我平時會怎樣去組隊 我接下來應該會分開五條片去介紹 因為我會每一種屬性都去講一講 每一種屬性如何去組隊 但在組隊之前,我就會介紹我自己有什麼卡牌 從而再告訴大家 在我現在現有的卡牌裡,我會怎樣去組隊 給大家做一個小小的參考 好,開始吧 今天我會先講哪一個屬性呢 我會先講技屬性 技 現在這些就是我擁有的技屬性卡牌 我會講解每一張技能 第一張是布歐,肥布歐,這張是純粹打回來的 這張是一個助攻型的卡牌 因為你會見他的Leader技是加攻擊15% 其實不算高 隱藏技能就是 當HP達到50%以上就會加氣力1 這張其實還可以再醒覺 不過我打算等他升滿他的技能再醒覺 這張純粹沒有什麼特別的一張卡 這張純粹沒有什麼特別的一張卡 可以珍藏的 然後是底褲腦 底褲腦不多說 底褲腦就是隱藏技能夠有加氣力的效果 主要就是加氣力1 那麼OK 古道 古道就是Leader技一般 隱藏技就是 隱藏技就是 當攻擊三次就減 減對方防禦力減一半 都是一般的一張卡 不過我還是繼續 現在我在技術性唯一一張UR 就是這張 這張是好東西來的 他的隱藏技能是非常棒的 就是當敵人一隻的時候 就加氣力3 同時加多2千5的攻 即是變相 取決於敵人有多少隻而去加攻 這隻是非常小的這個技能 還有呢 他的必殺技是令到對方的攻擊大幅下降 這張可以當是一張防守的卡 用也可以 又可以助攻又可以防守 加上攻擊力都很厲害 現在我是86 都有6千9攻 我想升爆應該有7千至8千左右 比魯斯 一張攻擊贏贏的卡牌 隱藏技能是當開始的時候 就會加25%攻擊力 那是一張進攻型的卡 悟空 這張悟空就純粹是一張進攻型 但是他需要去到氣力去到8的時候 攻擊力就會大幅提升40% 是一張瞬間提升攻擊力的卡牌 這張也是 吳天 這張吳天蠻好的 隱藏技能就是 把速屬性的玉變成彩虹玉 變相可以令到我們有助攻的效果 而可以令到我們容易出到必殺技 因為彩虹玉是可以連起來 變成可以有一個超... 一個... 終極助攻的效果 這張是挺好的 我也挺喜歡用這張 而且他用龜波去攻的時候 旁邊的龜波去攻就會增加2500的攻擊力 就是他的攻擊力 情龍 做領導是好 因為能力加3 隱藏技能就是技術性的卡牌全部加10% 一張助攻型也可以做一個領導 如果龜波去攻的話 再加多2500的攻擊力 這張不空 天使不空 是一張進攻型的卡 這張是非常好用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隱藏技能就是 有機會是提升攻擊力180% 變成瞬間提升攻擊力超棒 而且你見到他的靈魂技能都非常多 這張是挺好的 你看到我已經升爆了 這張也是一樣的 不只是未醒覺 也是瞬間提升攻擊力150% 歐布 一張回復型的卡牌 也可以用來做防守 隱藏技能就是 當拿一個技術性的玉石 就會加回復1500的HP 折磁魔童 打回來的 純粹是一個助攻的卡牌 隱藏技能就是 全隊的攻擊力和防禦力加10% 全隊 即是說 這張不需要說 你會屬性的關係 純粹放下去 全隊會加10%的防禦力 防禦力 這張也不錯 不過 不是首選派出來 吳天賈斯 又是一張Leader的卡 氣力加3% 隱藏技能就是 拿一個氣玉 氣玉的意思就是 任何一種屬性的玉 你拿一個的話 就會加攻擊力和防禦力加3% 還有 拿來克制暴鉤主 如果有打暴鉤的話 有些糖果這一色 就會有回復的效果 比迪麗 比迪麗純粹是一張 令到速屬性的敵人去減攻擊力 一張助攻的卡 這張還可以D聖角 不過我還沒有儲齊 監章 還沒有D聖角 這張也不錯 但是 我沒有用過這張 但其實也不錯 一張木面選手 一張較早前的一張Leader 也是打回來的 都是Leader技 就是加氣力3 必殺技可以令到對方的防禦力大幅下降 這張技巧 而隱藏技能 就是當敵人在2個以上的時候 攻擊力會提升30% 這張 這張都可以跟情龍換一換的 其實 不過我比較喜歡用龜波技攻多些 所以就 變了我就少用這張 這張OK的其實都 然後 倒拉格斯 這張倒拉格斯 這張是抽回來的 不知道怎樣抽 隱藏技能就是 氣力加2 以及自身加攻擊力1500 這樣就 沒什麼特別的一張卡 輸不完 隱藏技能就是 氣力去到8的時候 就會加25%攻擊力UP 隱藏技能就是 絕招可以令到對方的防禦力下降 這張是一般的 見到攻擊力和防禦力 醒覺都沒什麼突出 所以也是一般的 這張 阿洛 不多說了 技能到7了 我已經抽到多少 令到敵人全部的防禦力下降 50% 但不是一定的 是有機會 這張純粹是用來珍藏 我都沒收回 都沒派出場 餃子 餃子又是一張助攻 令到有機會令到敵人的 全部敵人的攻擊力減15% 有機 不是一定的 所以我都沒派出場 我純粹是珍藏擺在那裡 布歐 一張非常好的卡 因為必殺技令到對方有氣絕的效果 最棒就是隱藏技 每進攻就會吸回攻擊力的25% 變成一張直著攻擊而回復的一張卡 是可以用來做防守的 孫悟空 這張超二孫悟空 是一張非常好的卡 因為是助攻型的卡 可以全部力和技的卡牌 都可以提升兩格的氣力 不錯的 這個技能是非常好 超三比達 純粹進攻型的卡牌 隱藏技能就是HP 在50%以上的時候 攻擊力就提升70% 這張如果升爆了的話 攻擊力超高 這張都OK的 不過現在我來說 我就不太喜歡用這張 因為技術性的話 技術性我就... 因為我比較喜歡用龜波氣功 因為就有LINK UP的SKILL 但是它呢 這張呢 暫時我還沒發現它有什麼用 所以這張是OK的 所以這張是OK的 但是我暫時就沒有太大的突出 我覺得就 好 這張就是一周年送的悟空 Bistar技能有氣絕的效果 隱藏技能就是HP 在50%以上的時候 就加氣力2 變成一張助攻型的卡 是非常棒的 這張卡牌 但是就... 攻擊力就麻麻 只有5400 未醒過 可能醒過就會好些 但是... 都不是首選來的 如果我拍這張的話 好 烏龍 Bistar技能有氣絕的效果 隱藏技能就是... 頭五... 頭五湯 是不是頭五湯 總之就開始的時候 有一度就會有 加5格的氣力 變成立刻可以出Bistar技 但是攻擊力就一般 其實就不太強 只有3500 那就... 沒什麼特別的一張卡 純粹是一張... 助攻 又好 我覺得很好玩 因為它進攻的時候 會變成機械人 這張東西 這張是一張好玩的卡 我覺得是 但是首選就不會派出去 打那些超級戰的 這些 駐天午飯 那... 隱藏技能就是... 技術性加15% 類似龜斯人那張 那... 那... 都是一張不錯的卡 助攻型的話 超西比達 超西比達 隱藏技能就是... 80%以上HP的時候 就加氣力2 這張比較一般 因為通常都是50%以上 就加氣力2 它就要80% 這張我還沒發覺 有什麼特別好用之處 那... 我升到40等都沒有心情再升 我已經去升其他卡 這張就... 不知道有什麼用 這張 這張打回來的 純粹是一張回復 令到敵人全部 攻擊力下降8% 這個就是 那... 那... 這張是一張助攻型的卡 這張就... 不過我都沒有用過 去派出場 這張就... 這張打回來 未來杜拉加斯 隱藏技能就是... 敵人一隻的時候 就會加氣力2 以及攻擊力會加1000 那... 又是跟那隻八角一樣 就是取決於敵人有多少 而去提高他的攻擊力 以及他的氣力 這張都OK的 這張 好... 比達 加力炮 那... 隱藏技能就是... HP在30%以下 就提高40%的攻擊力 嗯... 這張沒什麼特別 殺阿超人 有氣絕效果 那...隱藏技能就是... 每拿一個氣肉 哦... 跟吳天甲斯果一樣 但是他每拿一個氣肉 就會加500%的攻擊力 嗯... 沒什麼突出 其實就是這張 嗯... 攻擊力也不高 25等 現在去到LV25 只有2000日 嗯... 所以未發覺這張有什麼特別 遲下等我升爆了 看看會怎樣 這張 好... 這張 一張 嗯... 防守的卡 隱藏技能 其實我不太知道是什麼 什麼無效化 我不知道什麼意思 如果大家知道的話 他會告訴我 但是其實這張 嗯... 沒有... 自從卡派越出越勁之後 這張都變得 沒有什麼特別的了 一個傻佬啦 那麼... 隱藏技能 可能是可以有氣絕效果 但是就低啦 那麼... 沒有什麼特別的一張 一張 餃子啦 餃子就是氣力 去到5以上的時候 就會無效化 也是 那... 都是沒有什麼特別的一張卡 好了 到拉格斯啦 那到拉格斯 又是跟比達那張 剛才那張加力炮比特一樣 HP是去到30%以下 就加攻擊力15% 不是... 加攻擊力15% 嗯... 沒有什麼特別 都不是那麼好用的 這張我都覺得 魔童 開始的時候 加氣力1 加氣力1 沒有特別的一張 又是珍藏的 砂彈 氣力加5 珍藏的 沒有特別的 劍士 都是珍藏的 又是加氣力1 基羅博士 純粹吸收攻擊力10% 還是有機會的 不是每天的 所以都是一個 珍藏的卡 你看到我其實都有很多珍藏的卡 如果那張卡的核技能 不是太噁心 我都會收起來 當成是草卡 這樣啦 好了 講了那麼久了 技術性的卡牌就講完了 那麼呢 我現在最常用的卡 如何去砌發呢 在技術性方面 我常用會這樣的 就是這隊 情龍 做理由 氣力加3 當發動必殺技的時候 隔離 如果是龜波氣功的隊員 就會加2500攻擊力 還有隱藏技能 就會加15%攻擊力 我沒記錯是吧 10% 不是15% 白高安 勁抽 隱藏技能 取決敵人有多少隻 而去提升 主力就是 中間這兩隻 超西 悟空 因為攻擊破壞超強 有機會可以提升180% 而未醒過那隻 可以提升150% 當提升了的時候 破壞力十分驚人 那麼 五天就純粹轉一些豬出來 而歐布 純粹是一張 防守回復的卡 我砌的隊伍通常 有攻擊力 亦都會有防守力 我砌的 我通常 放在技術性的牌裡面 我都會是2加氣力3 當然 如果你說 抽到那張龜波氣功版的C路 一定會取代了情龍 因為它是醒覺了 D醒覺了 它會加氣力3 以及 它會加攻擊力3000 甲比達也是一張非常好 因為全屬性都是加 好 試一試這隊究竟 有多好玩 這樣 我對技術性的隊伍通常用來對付速 我會打速 打不到它這個 因為它那個已經超過100的COS 一定是玩不到的 我們會玩EZ 好 好 我選擇 隊友 看看有什麼好隊友 通常會選擇氣力加3 現在是一大堆的 甲比達 我們就選擇 如果選擇甲比達 就用 甲比達 沒所謂 好了 立刻去 前後已經加了氣力6 再加上甲比達的3000 攻擊力 已經非常厲害了 但你不要忘記 我還有龜波氣功 龜波氣功一出 就加了2500 所以超強 開球 看看 看看 5 再多走個3 哎呀 它差了一支 然後走個4 3 走這邊 5 2 3 基本上如果是速屬性的關卡 我這隊都十拿九銀 當然不能用這隊去打超激戰 超激戰是要因應關卡而再調整 這些純粹是我平常用 特地砌純色隊去砌出來的 好了 它一開始就來了 你看到我現在拿了2500的攻擊力 貴波氣功瞬間提升 首先我們會用吾天去擋 吾天去擋 就先燒到這裏 那些東西掉下來 接著呢 我們就再燒這裏 這樣 為下廳做準備 因為速屬性 然後打技就會 我黑屬性 所以沒有這麼高破壞力 去打我 的話 好了 甲比特來了 甲比特的技能 就跟超西拍起來 就會馬上爆起來 我們會這樣 這裡我們會這樣燒一燒 然後甲比特就燒這裡 然後孫顏空 我們看看孫顏空這一招打多少 就已經完成了 鬼波氣功 還沒有進行 他的招打180%爆發 也有七萬多 超強的 我還沒有用鬼波氣功的連結 好 好了 你見隻敗高安 現在已經差不多準備 使用龍捲旋風拳了 敗高安 來了 接著就 吳空 吳空 就 留回 好 搞定了 敗高安 龍捲旋風拳 龍捲旋風拳 就死了 已經減了攻 剛才就很厲害 現在萬四 簡單 龜波氣功 搞定 好 好了 這樣就輕鬆地過了 好 今天就純粹是介紹一個技的隊伍 那 就是這隊我最近比較喜歡玩的 當然 如果抽到更多卡牌 而是好用的話 我都會再作調整的 如果要打超級戰 我都要再作調整 這隊純粹是我平常喜歡玩的隊伍 接下來我會再出四條 因應不同屬性去拍 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就按讚我 記得最重要是訂閱我的頻道 下次回來我們就看第二種屬性 記得密切留意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再見 拜拜